大家好,我是Rosy,欢迎回来 今天要进行一个非常多人喜欢看的环节 就是零食试吃 然后要试吃的是日本必买的热门零食 我虽然不是一个甜食爱好者 但是我还是在网上solo了一番 大家去日本爱买什么零食 然后我这次就全部都买了回来 跟大家一一试吃 来看看我这个不是很爱吃甜食的人 对于日本的零食印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之前已经吃过一些日本很有名的零食 比如说白色恋人 它的生巧克力 然后香蕉蛋糕等等 但是我买回来吃了之后都没有特别惊艳的感觉 然后我这次呢也买了它们 但是换了一些味道 想试试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先看看我买了多少东西吧 首先呢 机场的免税店 买了这么大一箱的零食 然后除了这些零食以外 我还买了这么一大袋 巧克力饼干啊之类的东西 有一些我没有吃过的味道 所以我想买来尝一下 那这些东西加起来估计有二三十样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吃吧 那在这些零食里面我最好奇的 其实就是这个KITKAT的微化饼干 因为它是芥末味的 我真的没有吃过芥末味的甜食 所以我很想试试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它里面的包装就是这样子的 日本的包装真是没话说 就是每个包装看起来都很想买 然后我们拿一块来试一下 好害怕 它闻起来没有芥末的味道 吃不出什么芥末的味道 现在有了 现在有那么一点点 它确实有一点点的芥末的味道 但是它主导的还是那个巧克力的味 大家知道平时芥末是非常冲人的 就是你一吃就直冲你的鼻子 然后你整个人就是轰卧的感觉 但这个它其实就是很轻微的味道 一点点 然后吃起来不会有任何怪异的感觉 所以喜欢吃芥末的同学 可以试一下这个 wasabi味的kitkat 还蛮值得尝试的 很好吃 然后kitkat我还买了两个就是 我没有见过的包装 一个是这种横冰土产 就是芝士饼干的味道 再就是一个狼姆酒的味道 先吃一下狼姆酒的这个 看看它的酒味浓不浓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白白的 嗯 我在入口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确实有一种那种香醇的酒精味 这个味道也蛮特别的 还不错 这个也好吃 再来试一下这个芝士蛋糕的 它每一盒里面包装都是差不多的 这块也是这种白色的 没有那种芝士蛋糕的味道 反正我吃的芝士蛋糕不是这个味道 它里面也是有那种水果的感觉的 反正这三个kitkat我觉得 就味道吃起来都不错 然后是会有一点点甜 但是配茶的话就刚刚好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这个很奇妙的wasabi味 因为它吃起来就挺好吃的 味觉上又比较新鲜的感觉 我还买了一袋这种 这感觉是这种抹茶味道 然后上面撒了花瓣 我不知道大家在的地方有没有 就是kitkat有在墨尔本开那种专门的门店 然后你就可以DIY 上面你想加什么top coat 然后想做成什么味的味化饼干 我觉得那样DIY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的 然后很精致的这样小小的一个 它这个上面是加了玫瑰还是什么东西 会带一点酸酸的 它这个top coat上面是有山楂和桑胜的 所以你除了吃到抹茶的那个味道以外 还有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就还挺清新的 我挺喜欢这一款的 我觉得kitkat里面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这个wasabi味 真的还不错 然后这个味道我觉得吃起来也是那种 不会过分甜腻的 因为它里面带了一种酸酸的感觉 还蛮推荐的 那我现在已经吃了四个甜的东西 现在一定要晃晃胃口 所以就来吃一下这个 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 来自北海道的薯条三兄弟 然后我妈买了一盒 我买了一盒 它的已经吃到了只剩一袋 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 是在墨尔本买的那种单独包装的 我当时就觉得没有任何特别的 然后这次回来之后 我妈她就一直很喜欢吃这个 所以她吃的时候我就会也跟着吃 然后我就发现 你虽然不觉得它吃起来非常特别 可是你还是会吃的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作为一个打发时间的小薯条 还是挺好的 然后一包又不会特别多 所以不会特别的罪恶 就还是非常非常香的 如果你日本零食甜食吃多了 吃吃这个感觉味道还是不错的 其实在国内有很多这种蓬化食品 也挺好吃的 如果你是很喜欢吃土豆的人 去日本的话就可以去买一下它 然后这次我买的零食里面 也很期待的是这个 Yoku Moku 然后它是出蛋卷的 我跟我妈一人买了一盒 我们都还没有吃 因为我看有些人说 就是日本的甜食 她吃起来都觉得一般 但她吃到这个蛋卷的时候 就真的觉得好好吃 然后在日本的那种卖场里面 这个蛋卷也是就是销量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一定要买来试一下 看它到底是如何的好吃 是一个小铁罐 还挺精致的 它这个里面大概有20个蛋卷 有上下两层 好激动啊 一定要好吃哦 好香 是那种奶油黄油的香味 嗯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一口下去 人有一种要酥麻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口感跟一般的蛋卷不一样 它非常的酥脆 然后入口即化 有那种黄油饼干 但是又做的很薄很薄的感觉 它好好吃 嗯 好香 这个 真的好吃 如果再配一杯茶就完美了 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叫Yoku Moku 我就是在日本的成田鸡场里面买的 幸好买了两盒 接下来要吃的就是这个 白色恋人的巧克力饼干 这个应该是日本最火的零食之一了吧 但是我之前在冒尔本吃的时候 就觉得很一般 所以这次再给它一次机会试一下 又是这种铁罐装的 这个铁罐可以留着 还挺好看的 是不是有两种味道呀 然后我各拿一片试一下 这个里面好像就是牛奶巧克力 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是白巧克力的 白色恋人真的就一般般 它巧克力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它的饼干是做的比较酥了 但是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一般般 再来试一下这一片 这片是白巧克力的 其实我个人比起牛奶巧克力更喜欢吃白巧克力 所以希望这个白巧克力的好吃一点 白巧克力确实比牛奶巧克力的好吃 但还是一般般 我凑近给大家看一下 白色恋人就是这种很薄很薄的夹心的巧克力饼干嘛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它为什么火 我留着胃吃别的 我这个放着给我妈吃吧 所以我实在是不推荐白色恋人 然后我这次还买了另外一种饼干 是这种牛牛头的 因为我看有人说它比白色恋人好吃 所以我就想买来对比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 这个好像就是东京本地出的 它的包装就是这种纸盒的 它里面也是这样子一片一片包装的 它闻起来就比白色恋人好吃 因为就是有那种很香很香的鸡蛋黄油的味道 真的 这个好吃很多 大家看着 这个奶牛的 我告诉大家好吃在哪里 它虽然也是看起来差不多的这种夹心饼干 对吧 但它里面夹心那个奶味非常非常浓 有一种牛乳的感觉 然后它的饼干是那种非常酥脆的 所以你嚼在嘴巴上口感非常好 然后它吃起来不是那种就是很单调的甜味 而是里面带了一点点咸味的感觉 很奇妙 这个真的好吃 比白色恋人好吃一百倍 大家去东京的话不要错过这个牌子 就是它的味道一点都不单调 是非常丰富 有咸有甜 有牛乳的感觉 所以就是很好吃 吃完就是有回味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棒 好 再来吃的一个东西呢 是我没有吃过的 但是我非常期待的 这个牌子怎么读啊 Royce吗 他们家的这种巧克力coat的薯片 它分两袋 这边是白巧克力味道 这边应该就是牛奶巧克力的味道 巧克力加薯片 罪恶之源全部集在一起了 大家看 这样子的 然后上面有一层白巧克力的coat 我对它的期待是既有白巧克力的香醇 又有薯片脆脆的感觉 还带一点咸 这样它的味道我就可以给它一个高分了 我觉得OK 它那个薯片有点油 一片下去 我整个人感觉有点腻 我当时放在口中的时候很兴奋 是因为它那个白巧克力的味道其实非常好 但是后面你开始吃那个薯片的味道的时候 你觉得太油了 我现在有一种油腻的感觉 我觉得我吃不了第二片了 我现在有点开心 因为它虽然没有达到我百分之百的期待 但是它没有那么让我想往下吃 所以可以帮我少长点肉 接下来我要吃个咸的 就是刚才我不是吃了薯条三兄弟吗 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他们家的 但是它做的是这种正方形的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薯条三姐妹 感觉就是有紫薯啊 红薯还有这个白薯 它里面就这么多袋 然后都是这种小袋的 它就长这样 一小粒一小粒的 它的味道和薯条三兄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虽然它三姐妹颜色不同 但是口感是一样的 这个三姐妹只是把它做的比较小 但是从味道到口感和薯条三兄弟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如果买腻了薯条三兄弟 就可以去买一下薯条三姐妹 接下来我要节点腻 就吃一下这个化眉干 这个就是非常多人到日本都会买的 而且是我吃过 我觉得就是无论你是什么口味的人 吃这个东西都不会觉得难吃的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真的都可以去试一下 它就是这样子独立包装的 然后一个里面会有三小片 做的都非常非常薄 然后就像这样纸一样 所以你吃下去是完全完全没有罪恶感的 真的是日本临时的一股清流 不会甜带点酸 就是我喜欢的味道 接下来呢我要试的一个东西就是 连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因为我和我妈在日本机场买回来之后 我发现这盒东西既不是我拿的 也是我妈拿的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很好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 它的重量还挺重的 果子 好大一个呀 啊我大概可能知道是什么了 我知道了 这个应该是铜锣烧 这是我帮我妈拿的 因为她一直说她很想吃铜锣烧 然后当时在机场就可能拿了 但是我们俩全部都忘记了 嗯闻着好香哦 这个它就是用纸袋子包装的 做的特别文艺的感觉 一个大大的铜锣烧 我就吃一口吃到馅 然后尝尝味道 然后就留给我妈吃 这个不会特别甜 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当早餐还不错 但是我一直不觉得铜锣烧有什么好吃的地方 然后里面就是红豆馅的 但我觉得它做的还不错 就是不会过甜 我的日本零食的要求真的很低 不太甜我就满意了知道吗 太甜就会觉得 哎呀整个很败胃口 但这个我觉得它还不错 在大家看到了这个冷藏袋 都知道这里面就是那个每次大家去 也一定一定会买的生巧克力 我自己吃过生巧克力 我没有觉得它特别好吃 也没有觉得它特别难吃 然后大家如果在机场买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去买这个冷藏的冰袋 不然的话它的保存期限是非常非常短的 如果你长途飞行的话就是怕东西变质了 我跟我妈一共买了四盒 她买了一个抹茶味 买了一个白巧克力味 然后买了一个日本经常爱出这种限定的 然后就是这种芒果味的 包装特别好看吧 这次我就想试一下白巧克力的味道 我之前是有让我学姐帮我带过樱花限定的味道 当时我吃这个生巧克力会有一种 在吃橡皮泥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这一次就是吃我最爱的白巧克力味道 来判断一下它到底好不好吃 这个的保质期好像也比较短 大家买日本的零食一定要注意保质期 大家看一下它上面有撒一点这种巧克力粉 好吃 就是它很快能在你嘴里化开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是一直冷藏的 所以冰冰凉的 夏天吃起来有一种在吃奶油冰淇淋的感觉 这个白巧克力味做的挺好吃的 我还想再吃一个 这算是我刚刚吃到的天甜的里面比较好吃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巧克力只要大家选对味道了 不会失望的我喜欢这个 然后我在机场还买了两样东西 由于它们的保质期比较短 所以我已经吃了 一个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 TOKYO BANANA的香蕉蛋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银做出的这种草莓的蛋糕 这两个我都有分别留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都没有特别特别的好吃 它们就是包装都做的特别特别好看 但是它里面吃起来都是很平淡无奇的 可是我还是打开给大家看看 以免就是有那种很爱吃甜食的朋友 很好奇 这个银做的小草莓 呃 呃 呃 掉了 在地上不超过五秒能吃吗 你们觉得 我还是吃一口给你看看吧 其它真的不好吃 但是我为了这个视频还是吃一口 它就是带着这种草莓果酱馅的 对于我来说这个真的是太甜了 所以不行 然后这个TOKYO BANANA也是很多人总结的到东京去必买的零食嘛 我之前也是有吃过不觉得好吃 这次我妈又买回来了 我都告诉她不好吃了 她还是买回来了 因为就是有名嘛 你看它就是这个做的太可爱了是不是 但是它真的就是很一般 你这样闻它倒是真的是闻得出香蕉的味道 然后它里面也是香蕉的share的 如果你爱吃香蕉的话会喜欢这个吧 但是这两款蛋糕对于我来说都是太甜了 好然后还有这么一小袋的零食 我发现这还有一盒KITKAT 我这个就是觉得它包装做的很可爱 就是富士山的这一种我就买了 但这个好像也是那种芝士蛋糕味的 所以我就不吃了 放过我太甜了 再来呢就是大家去东京也会去买这个POKY的这种巧克力手指饼嘛 我买了一个抹茶味 然后买了一个这种就是草莓味 但是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做的特别特别大 特别长一根 其实它有很多味道 但是我就挑了一个味道 大家看有这么长 然后这一个袋子里面就只有一根巨型的 金箍棒 带一点点酸味 比那个TOKYO BANANA好吃 然后这种东西就是给小孩子啊 或者你平时上班带一根就是吃着好玩的 当伴手礼送也挺可爱的 最后呢我还买了几袋这种就是味觉糖 吃起来QQ软软的 然后就像吃真的水果一样的 这两个味道就是平时的常规版 然后这边它是出了这种夏日的就是水蜜桃的限定的 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然后尝一个看看好不好吃 就日本到了夏天有各种水蜜桃限定的东西 无论是饮料啊还是水果酒 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喝那边的水果酒 包装做的也好看 然后喝起来夏天也特别特别的清凉 然后我们就试一下这个味道啊 一打开就是那种白桃的感觉 感觉又回到了日本 它就是这种小小的QQ的小颗粒 然后它里面会有果汁 它酸的太酸太甜了 如果你是喜欢吃味觉糖的人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白桃味 如果你不喜欢吃这种人造出来的那种甜味水果味的话 嗯就别买 我觉得我不会回购了 好终于到了最后一样东西了 我有一种要解脱的感觉 因为甜食吃的太多 我整个人的味觉都有点麻痹掉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口气清新的糖 应该很多人见过这一种吧 它就是玫瑰味的 就是你平时吃了饭之后 吃一粒在嘴巴里面 你嘴巴就会变得很香 然后我这次看它还有这种各种莓果混在一起的味道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试一下这个味道 然后把我的口气清新一下 结束今天的视频 这个一打开就是很清新的香味 它这个香味就像香水味一样 一嚼下去它就弥漫出来 然后一直冲到你的鼻子 所以你跟人说话的时候 他们闻到的也是很香很香的味道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好 那这么多款零食我终于吃完了 我觉得日本的东西就是非常适合甜食 爱好者 绝对是你们的天堂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么甜的东西 你可能会吃不惯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比较好吃 然后推荐大家去日本一定不要错过的 就是有这个 我咬下去第一口浑身酥嘛 觉得超级惊艳的蛋卷 然后这个东京牛头的饼干 比白色恋人好吃一百倍 你吃下去就知道什么是区别了 这个Royce的生巧入口即化 然后味道非常的香醇 只要你选到你喜欢的味道 一定不会失望的 然后这个KITKAT的芥末味 很特别 去日本的话可以多买一点 分享给朋友试一试 最后呢就是这个 iFactory的画眉干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买买一大包 和朋友一起分享 无论你是爱吃甜的爱吃咸的 吃到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后开开味都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多买一点这个画眉的纸干 好的那这期日本热门零食的试吃 就进行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如果你们还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想收看我的更多视频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